欢迎大家来到LSE Forum细节门合 首先,多谢香港评判在流行之中 推荐我们得行评分的工作 他们的推荐是 Yip Ka Wong 从 KCL Samsin 从 LSE Emily Wong 从 Durham 今天的面题是 香港立法会应或不应该 修改议事规则限制拉过轮位 正方为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反方为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在介绍这方面之前 首先,让我们讲解今天的赛规 今天的赛规则是3334 即是双方主辨 会面第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见面四分钟的发言时间 发言之最低下 先人正方主辨发言之最低下 先人正方主辨发言之最低下 先人正方主辨 正方一副指轮推 慢慢以后发言结后 即使人次由变定的幅度 相反过有4分钟的时间 先人正方开始发言 相反过要主题一次过用 发言之间 只可以分开数字发言 为导致发言之间 即是出一位便宜 当一方用正期发言之间 再时间后 另一方推开飞入 也要进入论下的发言时间 当自由认为2分钟结束之后 相反过有1分钟的时间 准备作结 先人反方作结 再人正方作结 接着是第4个方法 当发力时间上有30分钟 即使将面目钟一下 即使发言时间即将结束 当发力时间完结之后 即使将面目钟完结 即使发言时间已经结束 接着会论有10分钟 10秒的補充時間 10秒後將他命中生產 正常不開始扣分 扣分制度餘下 會沒有唯一一個單位 不同於列作5秒計 最多扣除31分 當變成超時50秒後 將他命中受完 此時變成必須立即停止發言 而自由變得不切補充環節 另外比賽賽規 如果雙方便 有違反比賽賽規 將會第一次警告 迎來扣分 請問雙方主便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就開始介紹雙方便宜 今天的一隻雙方主便是 Fanny Wong 第一副主便是 Nancy Hurley Vivol Fanny Hang Roy Vong Tran buyers Vivol Vessal Vivol Vivol Jack En 謝謝大家,光唱片 現在比賽的成績開始 請一路轉邊 首先請添光轉邊發言 今天發言時間,我最早已經是著市的市議 主席評判 各位 大家好 近年來 拉布文化是香港議會出現得越來越頻密 甚至被某些議員濫用 香港立法會曾經由拉布這個範圍出現高大7小時的會議 清點人數和緊在人數的長達4小時 今天的編題是 香港立法會已經修改議治規則限制拉布行為 所謂拉布 即是議會中一小部分甚至單獨一位議員 為了拖延時間去逼人數佔優勢的一方作出讓步 其中就包括除了發言權之後發表馬拉圈式的演說 不斷地要求點清法定人數和故意缺席令到議會留會 其實我方明白有時候拉布的確是可以令少數派的聲音受到重視 但是過剩的拉布就不可取 我根本從來都不是說要否定拉布這個行為 而是我方希望藉著限制拉布達到以下的三個效果 我方 昌爾東會議超越三百二人贊成就可以剪報 可以避免由主席決定剪不剪報 令會議更加公平更加有效率更為民主這樣進行 首先 限制拉布可以令民主本意得以實踐 現時的機制是不符合多數專用小數的這個意料 現時小數過剩拉布的行為令到多數的議員 下方拉布的原意其實是比少數有發表不同意見的渠道 佔多數的議員 繼而考慮了少數的意見之後 才再決定整個議案 去大致雙方互利互惠這個局面 但以時拉布被過度濫用 和原意背道違和 變相成為濫用民主制度 違背民主精神 所以我方 才要限制拉布 令到拉布這個機制可以更加符合民主本意 第二 限制拉布也可以令到議案的十規過程更加立場 現時拉布這個行為令到很多款項檢查通過的議案推遲 根據法庭局統計 27號於2013年至2014年年度推出的 基本工程項目的申請入面 因為未能獲得立法會工程少了委員會 或者財務委員會審議 導致工程平均要延遲半年展開 當行的貨款延遲就會導致拖廣不上這個情況 但有了拉布限制就可以被這些事情發生 令到議會更加流暢地審批現了 最後 限制拉布可以令到工廠的運用更加得人 過程的拉布會浪費工廠 根據2013年至2014年的財政預算 在立法會預算開支中指出了 拉布一天相當於浪費了25萬的工廠 2015年度也因為拉布的行為而 遲了的行程足足令項目的費用 增加了25億的港元 制約拉布才可以令到會議重回正位 在香港這個民主的社會 應該還用某些人用民主的形式 否定民主的實質 所以才限制拉布 好 總管議員 今天的面對是應該成立 因為這個限制是一個可以令到 拉布符合民主本意的方法 多謝各位 請方轉變發言時間為3分21秒 有消息需要扣分 請名創體分子與時扣分一欄 入除3分 你還有請反方轉變 你有3分的發言時間 可以好聽嗎 主席 評判 有康同學 在座各位 大家好 我是來自英國白衛杭大學的 粵方主編 王俊文 今天我們來到這裡 是要講解 講這個辯論 香港立法會不應 而修改的議事規則 限制拉布 我們要證明兩件事 首先 在現時情況之下 拉布是不應該被限制的 第二 拉布這個問題 是不應該以修改議事規則來處理的 首先 為甚麼拉布不應該受限制 就是因為現時 香港政治形勢之下 拉布已經成為我們議員 僅有僅如 可以在議會之中 迫使我們政府 重新重視 和面對一些我們被忽視的意見 尤其是當今政府 不視的意見 已經不是小部分的意見 政府的諮詢時間 效度不足 令到我們香港的拉布 已經比其他歐美國家更加重要 所以我們是很需要拉布 保留在議會之中 再者 拉布之所以 會由一種正當的議事手段 被當成一個問題來看 因為政府不斷地推出越來越多的 粗疏議令的方案 試圖強行通過 試圖我們立法會成為它的 橡皮圖章 我們屬於少數的議員 在無法以表決形式 去補決議案的情況之下 才迫不得已 一次又一次地動用這個下策 真正令到方案大堵塞的 不是我們的議會 不是我們的議員 而是香港的行政機關 既然問題不在於我們的議會 為甚麼我們的規則 是要限制議會的行動 來改善議會的工作進程呢 如果你說那些方案 是因為被拉布 所以才阻礙了進程的話 那是不是應該想 為甚麼他們會被拉布 因為他們本身已經有不足自傳 有不足自傳 為甚麼我們要通過 議會就是用來審視一些 沒有資格通過議案 沒有資格推行的政策 如果我們純粹為了政府行政機關的工作 可以順暢一點 而犧牲了議會審視和監察政府施政的 這個基本原則這個功能的話 那我們其實是造成更大的問題 再說為甚麼不應該以修改議事規則來處理拉布 正正因為修改議事規則 沒有辦法解決拉布的問題 既然是拉布是一個問題的話 我們就應該願意解決 而不是限制 有份行業都曾經提出過 他們其實都不反對拉布本身這個行為 如果他們不反對行為 為甚麼要願意限制 這個行為之所以要變成問題 不是在於它的行為本身 而是在於背後種種原因 我們所謂的民主制度 其實是沒有辦法好好地表彰我們市民的民意 以及修改議事規則 議事規則的目的是甚麼 是為了令我們議會保留的功能 可以監察政府 而不是為了讓政府順利地通過議案 請各位在在各位和郵方好好想想 修改議事規則是否真的符合議會的本意 是否真正民主 多謝各位 評判有份行業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份行業我們提出了兩點 第一點是拉布不應該被限制 第二點是不應用議事規則去限制 第一點而言 我方是非常認同 少數人的聲音是應該特意張獻的 我們是要追求民主社會 那些嫌不要聆聽少數和弱勢的意見 但我方提出的只不過是對於濫用 拉布一個行為作出適度的限制 而不是全面禁止 而我方也要明白 這個達致民主的手段 是少數 多數也要尊重少數的意見 如果在議會裡面 議員無法投票 表達自己的立場 亦都無法選出可合的方案 這樣又如何去談判一個立法會呢 亦都正正是因為行政機關 他無法去做一個合理有效的行政 所以立法會才應該是更加仔細地去審議這些議案 所以因為我們要限制民主 我們就不能容許少數排行議員去癱瘓多數 扭曲民主的故意 而這個限制拉布 就可以令整個拉布的經濟 更加民主化 另外 有方也提到應該修改這個議事規則 其實修改議事規則 是比現在任何終止拉布的手段更加民主的 我們提出了要有三分之二的議員去支持 才可以觸展報 如果有不同的事情 不用擔心建制派會一頁堂 因為立法會來看我們總共有70席 而建制派就只有43席 即是大概是六成左右 就算所有建制派員出席去支持展報 並且投贊成票 要成功展報 亦不需要多4席百分的支持 所以其實這三分之二贊成的比率 是有效地融合了各政黨的意見 才會去展報的 這個是絕對比現在任主席曾鈺成在2012年 引用基本法第72條 以及議事規則第92條 去終止辯論 來得更加民主 而最後 有一位同學我想問 在這個展報 現在過度濫用拉布的情況之下 例如去年有17項民生議案 是受到滯留的 例如是長者津貼特派 他們本身應該是2014年審議 但是因為某些少數派議員去拉布 而導致要到2016年才可以執行 我想問一下 這個有份同學究竟 是否可以犧牲了一些長者或者市民的利益 去達致你們所說的少數派 去表達自己的意見 還有民主性不足的根本問題 其實是我們沒有地區直選 我方也理解 但這樣是否會令到民主議程多職的理由呢 所以我們根據以上檔點 我方認為這個 我們是應該修正規則 而限制拉布的情況之下 多謝各位 有為を 正方一酷 光一酷 發言時間為三分十三 iste 所以有請反方一副你有三分鐘的談判時間 準備有請大家的事件 主席、評判、友方同學 各位大家好 首先回應一下剛才隔方所看出的論點 第一個論點就是你們說這些議員 濫用拉姆其實濫用的情況根本沒有出現過 我們看看濫用的情況就是用在大部分市民反對的方法上 例如三巧、高鐵、港珠澳大橋也在這裡 所以其實根本就不存在濫用的問題 第二,剛才隔方也提及過 拉布會令到議會受了會拖花問生 沒錯,的確是拉布造成的 但是在什麼做成拉布呢? 在政府 首先我們不能忘記的就是政府作為政策的實施者 這個議案的推出是必須得到 廣泛的致上都得到大部分市民的支持 但是至於政府上任何的 就算很多議案 很多不合理的基建 受到很多市民的反對 但是它都一二孤行將它推上立法會 持住有保安港的護航 就想一刀前通過了 所以這個正正是拉布出現的原因 還有剛才隔方都說過 拉布是給少數人發表意見的 但是政府忽略的經驗不是少數人的意見 所以有希望隔方在這一方面長綴的政策 第二,政府當初 當初陸市民已經推出這些政策 其實在三條分立的權力底下 其實議員是有必要的權力去監察政府 但是在這個制度底下 其實這班議員他們本身的權力已經不夠 如果你連拉布這個 最後可以做的事情都限制 那市民 立法會以後還怎樣執行他們 執行他們的職務 最後 剛才隔方的婦人也提及過 有些很重要的民生 我其實很討厭 但是我想說 在現有的法文權力底下 政府是有情修改而致情的 即是可以將你口中 剛才所說的這些很爭議性 但我一次性很高的議案推上前面 放在前面去審議了 但是政府一直以來 跟正方剛才所說的事情 就是一樣 在問答案的事情 一直在那裡 將這些保釋和民生的議案 的責任射去議員身上 射去那些拉布議員身上 這樣不是張現了這麼多的問題嗎 如果用這些手段去逼拉布議員 去妥協 將責任射給他們 那由一開始制裁政府的問題 所以 廣方今天是不同意 用修改議士規則這個方法 去難制拉布 而是需要用協商的方式 用一些更加高的方式去化解拉布 這件事會交流的限而負面的解釋 所以就來 主席 評判長方同學在座 各位大家好 1點了 有方同學請你醒覺一下 我們香港民主道路發展之上 我們最需要的是什麼 是一個完善的機制 是一個民主的機制 首先 我回應你說 濫慾是沒有出現的 那黃毓民提出了1,300億港修訂案 每一項人經據點 全部都跟這些民生議案 很乖的時候 這件事是不是濫慾呢 第二件 你說政府無口 因為整件事的問題 是政府無口 我們方不同意 如果政府無口的時候 立法會作為一個立法的機關 它是否應該為政府罷關 去好好有效地審議這些議案呢 第三就是 我方對於來演為一個少數投票 就不代表少數的人 這個論點是不清楚的 所以希望我們可以解釋一下 第二就是 就是希望有方同學 能夠混合修訂案和議案 當然6,7議案 政府可以優先處理 但是修訂案 是修訂那項議案的時候 政府是不可以將這些議案 去調亂這個次序的 首先 我們留意一下 今天的論壇所說的是 限制 限制這個字 你看回它的意思 我們是保留那些人的權利 那些人的權利還在這裏 我們所做的事 是完善這個機制 完善這個機制 所以你口口口聲聲說 限制拉布的時候 限制拉布的原意 就是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拉布的原則 有少數的議員 就是利用拉布的時候 反彈回整個議會 那這件事 是不是和民主背道而馳 其實民主的意思 就是民主的意思 是少數 多數 多數要尊重少數 第二件事 就是你用現時的議事規則是完善的 究竟是否呢 這個是不是事實呢 究竟曾永成主席 他怎樣去剪播呢 上次你看回議事規則第92條 對於本議事規則內 未有促出規定的事 立法會所需 動循的方式和程序 是由立法會主席決定的 由立法會主席認為適合 所有參與者 其他立法會機關的慣例 就可以依照他的程序處理 比起我們所提出的三分二方案 去剪播的時候 這個一日獨裁的剪播方案 是不是一個民主的做法呢 有方同學可不可以回應一下 好 最後 有方同學 你看到每日你的雙親 付消他的金錢 去給這些議員 在你的立法會裡面寫大詞 引經巨戀 這個東西你有什麼感受呢 另外一個東西 你再去看回 有很多的民生議員 其實以我其實跡壓了 我們亦都不會浪費了很多不同的公帑 這個東西其實正正就是 因為拉布變了側 拉布有問題的時候 而衍生出來的問題 你們事而不見 在這個情況下 你是不是還要一意孤行 認為現在的立法會機制是完善 不需要去改善 不需要限制拉布這個問題呢 所以總括我所講的 我們認為今天的面題是你答應的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請問二方 為何而言時 為三分和三秒 不如知時 需要求婚 如來請反方二方 有三分的時間 來請問二方 請問二方 請問二方 主席、評判、友方同學 在座各位大家好 我們歷史伯明康大學的 粵方第二夫編 我想回顧剛才師兄駕方他們說過 他們說現在政府就是因為提出的這些修律 這些草案有問題 所以立法會需要細心地審議 正正就是現在拉布做的事情 我們就是要進去條文路 很細心地審議一些 大家現在覺得有疑慮 有問題 或者有爭議的問題 正正就是反駁回 剛剛駕方同學所提出的問題 第二 講到一人獨裁的問題 你說一人獨裁不民主 但其實我們看回 根據駕方同學義傅剛剛講到 他說主席去選擇子部 比起三分二是沒有那麼民主 但其實我們看回主席也是民選出來的 是由議員選出來的 那是不是你質疑由議員去選主席出來 這個是民主的認受性呢 好 我們不要說民主了 我們看回為什麼不應該改議事規則 首先我們覺得 經改議事規則帶來最大的問題 就是它會有一個動機的前設 我們錯誤地設定 為什麼我們要限制議員發言的次數呢 如果你限制它的話 你只是認為這個議員發這個議員可能的問題 可能是一些沒有意義或者是湧場的 那你就只是在揣測這個議員的動機 其實我們已經有條文講到 我們不應該揣測議員的動機 這樣的說法 或者會引起別人的質疑 我們再看一下 剛剛我們講到 6點限制修訂人數 這個沒錯 是其中一個修正的方法 我們看回這個方法 根本令到議會沒有認受性 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議會上面只剩下幾個議員的時候 我們依然要限制議員 它是要求主席怎麼有數嗎 莫非我們可以接受我們的議會 只剩下幾名議員 而不是一個適當的發言人數的時候 可以這樣去議事嗎 難道這樣又可以做到有這個認受性嗎 我們看回其實議事規則 根本是一個很有權威性的一件事 我們看回家方和我剛剛提出到 沒錯 議事規則可能現在展報的方案 大家可能有點疑慮 但是是否的而確證明了 其實展報已經有的方案呢 是否不應該我們貿貿易去開這個先例呢 我們今天可以改變修訂議事規則 用來限制拉布 明天是否可以修訂議事規則 令到某一部分的議員 可以因為其他的原因 而不可以發言 或者是不可以作出一些要求 或者是一些提案呢 我們今天見到 如果我們這樣 我們都要堅持我們去修改這個條例 基本上是沒有經過一個好好的考慮 也都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案 我亦都認為我方所提出的 修改議事規則並不是最好的方法 而我們的一副剛剛也都有提案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其實我們13606收訂我 裏面有很多都是逐漬字 逐漬字 引經據電的 為了拖延時間 這件事 究竟是否一個正確的做法呢 其實我們我方 其實已經說了很多次 我們是應堂 拉布這個機制 是比我們少數派議員 有發言的公家 但是這個發言的公家 是不應該為難民的 所以我們才限制利益案 第二 他說主席 主席是選出來的 所以他就很有公信力 但是你看看曾永成的背景 他是不是一個 唯有中華背景的人呢 究竟他是哪個派別的呢 還有這個曾永成主席 是不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呢 是不是真的有很有公信力呢 第二 他是否真的可以凌介於 這個民選立法會之上呢 在回應有關堂方面 我就想先請問一些 你們曾經提出過 但是我們以為很空盤的確認 就是能用拉布 怎樣為之能用 適度限制拉布 怎樣為之適度 是你定我們還是政府定 還有你說限制是 可以保留他們的權利 同時又防止他們使用拉布 來作出破壞 怎樣做 你們完全沒有解釋到這些概念 而且我們也都認為 你們所說的民主 和我們香港現時政府架構是不相符的 你們曾經提及過 行政機關有錯流 所以立法會就要願意補救 但這個是我們三權分立的制度 似乎不是 有一個同學 現在黃英文談論 你舉一千收法令 字眼上的修改 這樣算不算難用 雖然你們沒有回應我所提出的提文 但我依然會先回答你們 那一千零三百幾個修訂 其實你要明白 我們議會所通過的法律 有法律效力 而法律就是一個 把文章自己的遊戲 一字一句都要非常小心 所以我們議員 絕對有贊助 在這個關口罷關 為何它要長天大力 因為它有權位 正如我們要有資料搜集 有法律效力 還有他們對這些1300個修訂 在致言上的修訂 而拖延了其他法案 其他文書上的法案 他們批准的時候 拖延了成法案的時候 那法律效力 你覺得這樣 是否對我們的文新有幫助你 你拉布的同學 首先,甲方和同學都是沒有會和其他方向的問題 而我剛才發表的言論也說過 其實在你口中這些民生的意外 其實是可以調到這個議程 就是可以調到這個議程去作出來 將這些迫切斜比較高 但是譬如你有三個 其實沒有人會反對 拉布的議員一直都沒有在這些議題上 運用過拉布的這個事情 所以其實政府一直都可以有一個權力 去修改議程 但是他沒有這樣做 反而第一件事好像可以合法這樣做 什麼都沒有做 就立即上一刀斜 用意識 修改意識的規則去拉布 這樣其實是否一個恰當的方法呢 董事長 我不知道你們兩位有沒有看過資料 很多拉布的議題都是屬於民生的議題 例如在這麼多年的財委會的審議上 每一年基本上都有水屬派的議員去拉布 究竟阻礙了財務上的部分 阻礙了民生的政策 這樣是不是正確的呢 你們依然是沒有回答過我們的問題 就先 然後你們所說的很多例子 是民生一起被拉布的議案 然後尤其是你們曾經提及過 我們議會可以通過表決來否決一些議案 但是問題就是我們直選議員的票數基礎是不同的 一個4萬票的建制議員 和一個10萬票的泛民議員 他們拿到的議席是一樣的 你當中代表的比例的民意是不同的 然而你們在不同的錯誌下 依然是一人一票地通過表決的話 會不會是不適當呢 又是代表著有必要用拉布來抗衡 抗衡這個制度上的缺行 其實你自己都答對自己的問題 怎麼為之難用呢 這個拉布的民意就是 給你審議一些民生意案 並不是給你暗民著志的 這個暗民著志的遊戲 根本上就是浪費大家的時間 這些文章才是難用 這個東西 你自己在你自己的編告裡面 基本上都有回答 但是我們的問題呢 你有沒有回答到 究竟主席的民選出來呢 主席他拿了多少票呢 究竟你每天浪費很多公託 這些是不值得呢 究竟這個議事規則 是否真的完善呢 再者究竟這些限制拉布的 沒有限制拉布之前的時候 這些所有民生意案 積壓的時候 對社會造成的衝擊 會是如何呢 你們有沒有回答過 好 回應格科的同學 他問到立法會的主席 有許多票這樣撐清除 首先我剛剛講過 他是由立法會的議員投出來 立法會的議員 正正有一半已經可以代表給你看 他們是民意的授權 他們是一人一票旋出來的 可能你會說比例不公平 但是我們看回直選 地區直選方面 他的比例 是有一個一定的比例在這裡 告訴你 他是建制和泛民的比例 他絕對是顯示到 民意的授權 更何方 現在是偏幫了建制 即是變相是無故 幫了政府的情況 我們再看回 剛剛革方跟我所說 2014年獎借生活 這個拉布 沒錯 你說拉布的議員 現在只是為了他們 一小部分的人 但我們看回 這個是不是事實呢 其實那個時候 2014年 他的拉布 立法會議員 梁國雄議員 他基本上 他是為了全香港的長者 去拉布 因為這個問題 會影響全香港的長者 不是因為他只是為了他自己的民意 不受其的問題 好 剛才有一位同學就提到 當主席是 立法會議員去選出來的時候 他就有這個權利 希特拉也是民選出來的 他是不是所做的事 全部都對的呢 就正正因為 我們不可以 用一個人的決定 去展報 所以我們才叫做 要三分之二 大部分議員 去贊同這個展報 才可以展報 而且 三分之二的議員 如果你說到 他們沒有代表性 那你是否全程否定 整個立法會 存在的合理性呢 但是我們今天所 的議題 是應修略議事規則 去規定和規定 規定下一個合謀 而不是說 立法會的合理性沒有了 看來對方都做了很多指標授手 但你們知不知道 希特拉的投票 不是真的民主投票 他們在票站要脅選民 那是民主嗎 然後你們又說 要保障立法會的功能 立法會的功能是甚麼 不是通過議案 好 那你說希特拉的民主投票 有一個問題 那其實你知不知道 希特拉當選之前 其實是民望呼聲報告 你這件事究竟有甚麼 證明它究竟是拿著一支槍 推著它來說 你特別給我 第二件事究竟我們立法會 是否完全是民主選出來的 這件事是有個人做的 另外一件事 還有我們所說的問題 不是說 這件事是否最民主的選出來 我們主席是否最民主的選出來 是否可以犧牲一些長者 或者是貪污成香港的醫療系統 而去進行你所謂的拉伴行為 謝謝各位 之後見到的環節已經結束 將會現在有一分鐘的時間 準備再結束 好 最後我們趕快補面一個 把它變成全面的 工人的房子 在衣服上 都是透過上的 整個房子 把房子放在 發病的地方 要換房子 這樣很適合 它放在外面之後 一會脫髮的地方 慢慢可以可以接受 大家好,我又是我主編阿君 我們就想說,我們一直提出的論點 為何拉布不應該實限制 為何我們不應該用修過議事規制來限制拉布 首先我們看看友方的意見 就是我們的議會應該有完善功能 有效率地去審議議案 然後被議案通過 我們議會的目的真是通過議案 我們議會的目的是審議議案 而不是通過議案 如果我們沒有拉布這個機制 我們又如何將一些被忽視的聲音帶到桌面 這些被忽視的聲音就會變成民怨 你失去民怨抒發的渠道 結果他可以去哪裡 帶到街頭之上 現在又拉布 我們已經有梁國雄議員這些 激進一點的議員 將抗爭帶到街頭之上 如果沒有拉布 香港會怎樣 這是我們樂意見到的事情 發覺大革命的教訓 就是告訴我們 不可以過度壓抑民意 再者 對方也有說過民主上面的事情 但是 正正是因為我們香港現在的體制不民主 如果我們香港現在的體制不民主 你還要削弱我們市民發表聲音的渠道 去抗衡我們的行政機關 以及議事規則 以及可以隨便改動東西 你要修改它 你要覺得它裡面有漏洞 你覺得它裡面有什麼漏洞 你覺得它阻礙政府通過施政 阻礙很多民生 但是這個是執政者的責任 執政者才是應該重視民生 然後提出適當黑當 而且到位的政策 而不是我們議會 我們議會的責任 只是去彌定一個政策 究竟它有沒有資格被通過 究竟它帶來的問題 是不是多過它補救的問題 這些才是我們議會決定 通不通過的責任 但是很可惜 由於我們議會的表決制度 沒有辦法好好張顯民主 就造成了很多議員 變成只是我們行政機關的橡皮圖章 如果議會只是通過議案的話 那麼我們議會還存在來做什麼 不如直接行政機關跳出來 發言說我要發表一個新政策 如果我們議員的發言 發言可以被限制的話 那我們不就是得了議員的部分 你這樣是不尊重議員的發言 議員的發言是基於他們民意的基礎 那你究竟是為了民主而不尊重民主 還是為了民主而不是民主 我想請右方好思考一下 然後我上次的一份論訊都表述到 其實根本右方所提出的 根本不是針對拉布的行為 而是針對拉布背後的施政目的 施政手段 但是這些事情是應該我們限制拉布來做解決的嗎 我們要解決拉布不應該限制拉布 限制只會帶來反效果 根本無從有根源在手 我們解決問題一定要斬草除根 如果不然它的影響始終會在其他地方出現 所以我先提出了種種的例子 我想我講到這裡 其實已經很充分地表述到 究竟為什麼我們不可以用修改議事規則的形式 來限制拉布 不需要再多講 多謝各位 反方見面 第二時間為3分41秒 超時無須求分 還有請正方見面 還有4分的含蓮時間 最多沒有請正的事件事件 各位其實將軍成場比賽 有關同學他們一直生活在一個很理想的國度裡 他們跟我們說 我覺得拉布可以讓少數人發表他們的意見 所以我們不應該行大拉布 其實我方人頭到尾都沒有反對過 少數人是應該表達他們的意見 更加我們更加明白 政府可能他們提出的方案當中 會有些不足之處 的確是需要有些議員去提出它出來的 但正則我們看到延況的問題就是在於 現在的拉布是受到一個難用的 我方從來都沒有否認過 我方從來都沒有說過 完全不應該限制拉布 不讓任何拉布的情況出現 我們說的是拉布的時間 當是太過負負和太過濫用的時候 我們才需要作出一個限制文 我方問我剛剛問了很多次 現在華雲雲提出了1356個要修改的一些字眼 一些眼雲雀字的時候 其實當中浪費了很多時間 更加是會令到很多提出的一些民生的政策 受到拖延的時候 這些問題如何解決呢 我方向他們一直都沒有回應過我們的問題 當我們去考慮的時候 我們今天應該看的就是一個成為大環境 就是看到我們現在的難用拉布 會發生很多的閉嘴 我方向他們今天完全忽略了 我方向提出過很多問題 就是當你難用拉布的時候 令到我們現在每一天會浪費多250萬的公帑 有方向他們沒有回應過這個問題 所以會拖延到很多民生政策的推行 我們三堆一流的造價 因為拉布所以提高了半成 我們有很多一些津貼 或者一些民生的政策 因此而推遲了 有方向他們也都完全沒有回應過這些問題 最後我們今天要明白的是 我們議事規則的目的 就是要維持這個議會的秩序 當我們要討論我們修不修改 這個議事規則的時候 就是要考慮到 我們修改的是否可以令議會更加暢順 是否可以保障到每一個議員的法律權 我們今天就是看到 因為過分拉布這個行為 有方向只是被某一些議員 不斷地提出一些啞碰著的字 或者一些其實沒有必要的事情的時候 有方向完全忽略了 其他議員他們都有需要 要發表他們的意見的時候 我們今天是不是應該透過 這個修改議事規則這個方法 去更加確保到 每一個議員都有一個公平的機會 去發表到他們自己的意見 而不是只是給少數、少部份的議員 他們不斷地去拖延這個時間 令他們不想推出一些方案 去拖延這個方案的投票或者實行呢? 我方明白到 我們要明白到 香港是一個步向民主的社會 但是我們不可以只是打向一個民主的旗號 而任意某位 不斷地說 因為我們要給少數他們發表他們的意見 就完全不設立任何的限制 我們今天民主說的就是要符合到各方面的利益 不可以只是看某一部分人的利益 因此我們給一個適當的限制 當如果有三分之二的議員 他們覺得是拉到的時間真的過長 需要停止的時候 當大家都達成了一個共識的時候 為什麼這個有適當的限制 不可以令到我們民主的進程 又是一個更加成熟的體系 為什麼這樣不可以令到香港的民主進程 或者一些民生的一些議案 可以更加上一層樓 為什麼這樣不可以令到香港的公帑更加運用得宜呢? 為什麼今天有很多朋友就是要不斷地 浪費香港的公帑 去給這班少數的人 去播文的拉布 謝謝各位 我上次會放一網 他可能會沒有少數 我先要先確定 我先把他們放一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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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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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